一輪激烈衝突之後 部分內地學生背著大包細包 連夜離開中大 而在深圳就一共有12間屬於共青團的旅館 青年驛站免費開放 接代來自香港的內地生 在中大讀研究生的李同學 星期三凌晨3點多就出發 我室友10點左右那時 他跟我說要不要回深圳避下線 那時我想可能沒那麼重要 但大概到11、12點那時 就很多我內地的同學 和我香港的同學都有 跟我說很多人已經開始撤離香港 回深圳 然後那時我才意識到 好像事情有點嚴重 她說沒有受到人身威脅 但九月開始 就不敢讓人知道自己是內地生 打人那些我是在影片上看到的 但其他那些被釘東西 以及搬很多東西 塞住那條路 這些東西全部是親眼看到的 打人之前已經打了 所以就害怕之後 還在香港繼續下去的話 她就說看到你 是內地人就打你 其實現在早晨 聽到警車聲的時候 就不可思議了 還有上天聽到一些 噴出來大人的聲音 還有看到窗外有煙 我可能原本想著校園 就是好像一個底線 就是可以自由地發表言論 可以很理性地討論 還有警察是不應該衝過去學校 去干涉學生的運動 星期四下午 在社監安排下 離開中大的阿絲說 在宣布停課之前 其實沒有想過要走 他們好像放假一樣 在心臟還或者吃東西 我應該不是和他們一樣的人 就算六月開始 香港發生一些事 我們不是在香港 其實我們都是用上市 各種的辦法去關注這件事 都是牽掛著這個城市究竟是怎樣 看到一些很痛心的畫面 我們都是很狠 其實我自己很想融入這座城市 很想多些交流 但是同時 我們一刻去遇到一些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這個大的社會氣氛 或者現在校園的氣氛 這區是會對內地生有些秘技的 但是我們這份感情 我們一向都存在 可能不讓本地的香港人笑